的力度是否有任何的这个改善 但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 还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珠海 报复社会反某的动机呢 或许是让习近平真的慌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中国的新华社 是刊发了习近平对珠海这样一个体育中心 机动车撞人案做出了一个指示 要求严惩凶手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这个标题全面的标题是要全力救治伤员 依法严惩凶手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严防发生极端的案件 这样的一个标题啊 让我想到了十年前 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这个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这个事件呢是2014年的3月1日 当时啊这样的一起这个暴恐袭击 一共造成了平民31人死亡 140多人受伤 作案团伙是有八个人 其中五人是持刀行凶 当时习近平也做出了一个重要指示 提到的是要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 精心做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和善后工作 那么当时还有李克强也做出了一个指示 但是这里重点看的是习近平的 这一次啊习近平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案件 做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的是这么几点 一权力救治伤员 二依法严惩凶手啊这里呢就不是暴恐了 第三是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第四是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这里啊这八个字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八个字 那到底是这个风险源头在哪里 那又如何加强防控呢 那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嫌犯 梵某的作案动机 那么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关注到的是 网络上疯狂传播的这位 报复社会梵某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那简单来说啊这个判决书中显示的是 这个梵某嗜好赌博欠下了巨额的赌债 为了躲避赌债呢 梵某和他的妻子协议离婚 双方签订协议并把全部财产留给了前妻 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债务 没想到的是后面这个是妻子想独吞 拿出了这个用于躲避债务的协议 玩真的啊 南方这边呢是人才两空 这样看来啊 似乎这样一份民事判决书 可以对得上中国媒体财新报道的 这个公开的嫌犯梵某的一个作案动机 但是我们在后来又看到一个 在上节目之前看到网络上传播的 另外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个叫 樊某秋的人的病例 那网上流传的这个疑似 珠海人民医院的诊断书显示的是 嫌犯樊某秋是辽宁锦州人 无业人员住在珠海湘州区 入院时胸部多处出血 似乎这个呢 也和这个官方通报 以及财新媒体的一个公开报道中的 嫌犯的特征 以及嫌犯的动机相呼应了 那么这里让习近平感到后怕的就是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一直没有起色 那么这样的一个民间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会不会让一些人走极端 往往这些走极端的人 还可能选择一个随处可见的工具 对社会造成伤害 这个随处可见的工具呢 就是车辆 那运用车辆在这个人员密集区域 或者是公开场所 对社会造成一个非常恶性的灾害呢 之前非常多 那么刚才河边先生提到了 是在2016年法国国庆日 那么在当时的法国尼斯一辆大货车 在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冲向人群 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 包括48人死伤 也包括儿童 这是2016年8年前发生在法国的事 那么在一年之后的西班牙 又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在2017年的8月17日 当时的西班牙巴塞罗那 发生了小货车 冲撞人群事件 造成13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这个也被西班牙的政府定性为 是一个恐怖袭击案件 但是时间 我们的关注点 再回到中国的广东珠海 现在目前根据 习近平相关的这则报道 相应的案件没有被定性为恐怖袭击案件 但是习近平却强调了 要对于风险源头的加强防控 那么是不是也显示出了 习近平对于这样一个日益增加的威胁的担忧 那么在中国目前 中国的机动车数量 我是稍微搜了一下 有4.4亿辆之多 作为参照 美国的民间拥有枪支的数量 那么根据最新的相应的统计 大概是4亿至5亿支 那么平均一个美国人 大概有1.9支枪 那么所以说有人就认为 在中国目前 不只是要在人群密集场所提高警惕 更要警惕的是那些 会随意把车辆驶上街头 以车辆作为工具 对社会进行报复的现象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也担心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演发成某种趋势呢 不知道何明先生怎么看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产业在调整也好 疫情的这个影响也好 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关系也好 人们的财富的变化也好 那即算是没有这些事情 那你这个社会的这个冲突啊 不会因为你穷和富 就一定会发生和不发生 很多的案子啊 它叫在西方有一个说法叫孤狼 你孤狼你根本就是 就是对于警方来讲是最棘手最棘手的一个事情 有一些人你根本察觉不到 不知道哪一天啊 他就会制造这样一个一个惊天大案出来 就像这个你哪里知道在宾州的这么一个小孩 他潜伏到这样一个不顾自己的生命 然后就暗杀这个总统的这个竞选人 你根本就就就就很难预料到 所以当你发生之后 大家就开始追究各种各种责任 后来特警局的局长都丢掉了乌纱帽啊 尤其在我看起来 当时候的特警局的这个动作啊 对总统候选的动作 那简直那个保护的迅速的程度 不顾生命的程度 已经是非常令人这个惊讶了 敬佩了 但是政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社会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人们呢 只要你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人们的解释 你是控制不了的 那有这解释的 后面它就会产生一种驱动力 就是人们去模仿 所以有时候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在美国就 媒体人就比较的警惕 在这场案子的这个报道 是特别的 不是 就是说 是有一种 故意的 有意的去把一些 学醒的 令人感觉刺激的这些场景呢 给掩盖下来 你看美国的这个媒体 美国的冲动事情也很多 对吧 但是呢美国的真正的媒体啊 不会去太多的 报道这些冲冲性很强的案子 那社交媒体呢 虽然社交媒体平等也有所控制 但是有时候 你要完全控制所有的这些画面啊 场景出来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犯罪的一种另外的现象 就是模仿 就是会产生一种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点 人们的知情权是把这个地方知道真相越多越好 但是有时候的真相的过分的虽然 它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美国每天的这个案件啊 因为我是天天追踪这个西方媒体对全球的这个报道 美国的媒体 欧洲的媒体还是保持了很好的这个品格 但是社交媒体的失控啊 这是现在社会冲突的另外一个缘由 就是人们的认知啊 比过去变得更加敏运 也比过去变得更加的混乱 你要去根治它 又成立社会控制委员会 治安委员会 当年在老江的时候社会也很不稳定啊 所以中央又除了政法委以外 又成了一个社会征护制的委员会 又是庞大无比 然后出现法轮功 出现宗教 又变成一个什么反邪教办公室 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 现在呢习近平也做出这个批示 你又成立什么机构呢 这个是反 真的是有些事情是一个 有些事情它就是孤立的 有一些事情它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那么政府 社会要做的事情是要针对普遍意义的事情 更加引起这个重视 孤立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办 非常难办 我也不知道社会学家 或者是政治学家 在这样有什么样的做法 但是老百姓的舆情 它可不是管这个事儿 它会把这样一个问题 延伸到政治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 它会无限的这样 扩大化 反而让问题更难以解决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 那个上一节讲的 这个最起码的一点 觉得知情权 你没有办法 哪怕是这个知情权 让这个政府里面无光 让社会某一些阶层里面无光 但是真相即算是残酷的话 也比掩盖要好很多 我觉得习近平如果做批示 首先给下一次说 要及时向老百姓交代 这个真实的情况 其实也是很必要的一个房间 那至于这个案件重不重视 我看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啊 黄光明啊 或者是从他之下的 这个跟这个案件相关的官员啊 那都是积极的这个紧张 中国的官员的过度紧张啊 好处就在于呢 他有时候处理这些事情比较迅速 但是确定就在于呢 他由于过分的紧张 也会养成一种心理 想把握这个责任 所以之前讲了 是不是35个人 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套 这个他们内部的警戒线 这都是值得大家追究的一些问题 好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话题 依然是要感谢 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这个多久不见的TH 又再次阔绰出手 非常感谢 另外还要感谢的是卖团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TH的豪爽打赏 感谢云水 感谢Donough Frank的打赏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在接下来还有华尔街联报 这一次的中国的在经济方面 我们虽然没有提到经济方面的话题 但我们在华尔街